1.HK 斜线 斜线 Ritual 底线2007.HTN 罗天大教 1.序言 香港到东百年 到迈城传播源自广东 呈现其后发展至今 在前辈口口相传 教导晚辈后学至新规定 开台产教 同量道德 在集中之城和努力根源之下 不绝间道教在香港已建成风气 居引到新日众 由其回归之后 香港道教教团与国内道教祖 平和公关的道义日区警力 道路与交流频繁 香港道教联合会成立于1967年 旨在团结和联络本港道断教团 宣扬教教 宣扬教立即组织宗教活动 道教既定义相信进天地 信鬼神 他的神仙信仰和修身哲学 是人类文明的宇宙观和生命观 而道教科里是沟通三界的道数 以达至天人合一 通过一半合理宋经本 与先真神灵接触 祈求利用 赐福消灾 因此刻移栽教室宗教的首要 据历史的记载 古时的皇帝常见照例起见金路道场 民国以后 直至近代 分别在北京白鱼关 会有1993年斜县连山大罗宫 新赐2001年 前后起见罗天大大教 海外台湾指南工业盖入一年 1998主办罗天大教合了五年 2002主办通天大教 也关我中华民族两岸四得的道教团结和发展 香港道教联合会更改发奋和强 竞选们立足之责 积极进取 同样教育配合社会发展 道化离风 使居民守望相助 安居乐业 香港的另反共 故此 道联理师会同名发起起见罗天大教之想 二 斋教之道理 一般教典多称 金禄道场或黄禄道场 据唐元典 规定道教教计 金禄道场为天子之教 旨在调和阴阳 防止灾害兵其求命王宫舍 黄禄道场旨在超度一切先祖亡灵 地府成婚和全真于山派金禄道场分类如下 教友三接 一 上街上等位国王社教所用 普天大教反居为三千六百分位 行移四十九日夜 二 上街中等周天大教反居为二千四百分位 行移三十日夜 三 上街下等罗天大教反居为一千二百分位 行移十二日夜 当中摩天大教后和谭规均有定职 教育以其引导寿位首要 清水藏会 开恩两番 上表发奏 起谭一圣 诵经拜颤 早日晚朝 礼斗公天等等 都要一颗宣奉 一移行榜 摘一位赴坛主侍汉林渡王 拯救陈伦 急斋教之谜 乘通三界 达至天青的名 阴阳两立 更要恭请地方官员代表国家民族 上章宣义 祈求上方赐福 述使封调与顺 明康悟赴 三 罗天教场的布局 道派三才 来罗天是指大罗三先进 礼斗经与天翼深水的六成席 东南西北上下称六合 今次罗天教场位于全湾福利大澳山山路 乡间远全学院后山 可用占一约三十多万平方尺 令柳琴的相连可做道场 不遮用 因此 全以地方环境条件 建议罗天教场 一勾坛对手 赴以五方坛 结成六合坛一天遇大顺之处 而整个道场座位向南 设两近台楼座道场 山本分隔内坛和外坛 如下图一和图二 图一兜坛 图二斜线附建宁 教坛名称和共共 甲内坛六合坛的分布 一上方东坛三清殿宣告免法教坛 主奉三清四玉八位千真广东传后 一人诸神教坛过境五福十坛 主奉三十六天一千二百位尊神 二东方玉皇殿坎恩赐福教坛 主奉玉皇东方天地斜线天疆 西方天地斜线天疆 三南方天师殿处定交灾教坛 主奉张道陵 格许萨真人和三毛真君 四西方淳阳殿 射罪解恶教坛 主奉领祖重养七真 五北方圆成宴保命严寿教坛 主奉逗老男成美狗六十太岁 六下方三观宴护博又名教坛 主奉天地水三观 一 祭祷祈祷世界和平国泰民安消灾解恶阴阳两地 祭祭祝香港回归十周年安定繁荣社会和谐 太上金木罗天大笑 并 法会排楼外 设左右翻灯 左翻灯 号天金雀之尊玉皇大天尊选穷高上帝 右翻灯 东极宫中太颖旧古天尊清选九阳上帝 日间两步半 夜间数明根 如途 丁 外坛 设置在第一进法会牌楼 附建二之后 第二进教坛牌楼 附建二之前 以右方设计悬念度教坛 主奉太领旧古天尊超建牌里 二中央社领官殿降罗护法教坛 主奉王大天驱 马 赵 坤 岳元帅 三左方社三圣教坛 供奉世家天佛 吴家诸圣 道教代堂朝传阳律祖师赐风三教之师 思想存容如 世之谊 据中南山神仙崇洋真人犬真教祖碑 赶 真人犬人诵 翻过新经 道德 清净经 及 孝经 与何以修正 崇洋祖师教化意义 洗凝门之 孝经 佛教之 新经 以做修行之科本 事与道义共同 基于香港历史 过往数十年 社会存在不同宗教 宗教之间 本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服务社会 组织六宗教务输处和平共处 洗手合作不见 缔造香港地方的宗教合协 港道教联合会的成员组织 团体会员包容和接受公关共奉如是两教 这是存在的事实 宗观上述原意 同门无能在共识之下 可以在外堂 设诸佛列圣台 方便佛如两教参与 共修善功 四 经团组织 宜都谈游道联会 汇水道观和道联金颤班成台 并邀请北京白鱼观和天师徒经团配合 二 遇皇殿香港各道观成台 三元陈殿北京白鱼观斜县武当紫销关斜县香港各道观成台 四 淳阳殿海外新加坡道教总会斜县台湾石南宫成台 五 天师殿龙谷山天师徒斜县上海白鱼观斜县城皇庙成台 六 三 关殿广东三元宫斜县子鱼观斜县苏老观斜县澳门道斜斜县广东元选道观成台 七 三 圣教台到联会会属佛如今传计认可慈善宗教团 五 道场宣传介绍 各 经坦坡坛坛外组边设计务统 energ霓银故告示台 介绍成坛坛坛坛贶 evangel技资料 经坛名称音彝 四日经颤名照 法是目的和祈求等等 六 法会旗帜 宇元陈殿 veulent28星秀旗 七 Social朋友 五月起 三法會還有門外 五方 青紅 黃 白 黑 起 四法會各壇外 羅天教旗 太祈旗 七 節旅 各位到年貴眾議事 公關主持 玄門大德 以上是到落在羅天教旗的 出禮場和秩序 未能盡善 更需時間考證和取經做修改 盡情諸君見諒和包含 http 報號 雙 斜線 big 5.chime.com.cn 斜線big 5.chime.com.cn 斜線big 5.chime.com.cn 斜線2012年4號 羅天大教 简介 羅天大教是道教齋教科目中最隆重的大型宗教活動 是規知最高 格局最大 格局最大 寒意最深 祭其最長的道教齋教活動 目的在於 來護國佛佑名 嚴授祖祖王 蕭三郎 獲和其福謝恩 羅天 是指三界之上的大羅天 所謂羅天 是指天外之天 最高最皇之天 教乃是道教祭司三親 釋祟祢五星列宿的一種秘典 早期道教举办教人的目的是致病六罪 教人最早是在夜间露天涉动祭诸神的 大唐六点中叶有七种斋余 黄禄 金禄 明珍 三元 八节 涂炭 自然的斋 其实斋已成为一种宗教活动的仪式 唐以后斋与教开始并成 宋代王亲作者罗天大教徒 道教岁具有了古天大教 周天大教 罗天大教等盛大的祭祀 明代邓仲修的编定 大明学教历程斋教徒 时 江斋 教合并 成为道教宗教科务的统称 据道经规定 普天大教一共共三千六百教位 即神位 周天大教共共两千四百教位 罗天大教共共一千两百教位 三种大教作法 规模虽有区别 但其务力都是一户国佑民 二年寿路亡 三消灾难过 四其福谢恩 另外还有金禄大教 玉禄大教 黄禄大教 黄禄大教 马丹 驱照请道师在宫中获名山东观设坛建教 清代以后 这种大型道教斋教活动就很少见了 罗天大教的主要恩有本乡 开坛 请水 阳帆 宣宝 当会 请圣 设照 顺心 上表 莫帆 宋圣等等 在宋经礼拜时台办有优美的道教音乐和动作 对情变化多量的语步吉他刚斗 武当山举行史上规模最大 罗天大教 2012年下宫武当大兴600年 10月17日上午 来自香港 澳门 新加坡 台湾 泰国 马来西亚及中国大陆的 20名各道教经团的县 领道长旗聚赴北武当山举行 罗天大教在御虚宫前设谈祭祀 祈福苍生 罗天大教是道教斋教后部中 最隆重的大型宗教活动 此次活动是武当山有时以来 第2次举行 罗天大教也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道教法会 而武当山上第1次举行 罗天大教还得追溯到明朝年间 当天上午 中国道教贤会副会长张继与庄严的颂读记典著文 祈福真母祖师保佑世界和平 人类和睦 畅善良的 其痛的爱 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荣宣布 罗天大教开始 御虚宫门开启 来自海内外的21个道教精团在渔上队 乐师 金师 高宫 华盖 日月善的代理下列队 从御虚公平部到武当山文化广场 请神开余生 按照活动安排 十七日至二十六日在武当山七个公关共设二十八个法盘 各精团将在各自坛场医科研发祈祷 全体精团排将二十六日下午在御虚公举行送神仪式 武当山管委会主任林巴平在致祀中提到 六百年前林永乐立朱毕开启了 北建故宫 南修武当的工程 六百年后武当山下的丹江口水库成为国家工程 南水北调 中县的水原地 异洪清水至此北上 润泽津津 武当山是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四大道教胜利之一 海内外最大的征武祖师道场 西元1412年 明朝九个皇帝出帝新宫修建武当山公关 经过三十多万军营的尖谷民建 初步形成了武当山九宫八关三十六安堂七十二延庙的建筑灰国 2012年 恰恰武当大兴六百年 本次罗天大教也是武当山系列庆祝活动之一 有关活动记录 1993年9月17日26日在北京白鱼关举办的《我天大教》是该官自清代以来最大的一次盛典 参加大教的有九个内地经团 还有香港 台湾地区和美加澳海外经团 本次传统圣典 祈求上天赐福人民 祖国昌盛 风调雨顺 国泰宁安 1998年 海外台湾是南宫主办《我天大教》 2001年5月在年山大《我公》举行了建国以来 归国最大的道家活动《我天大教》 香港 台湾 南北韩 新加坡等国内外二十名家经团参加 在全国乃至世界道教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2007年11月13日 香港道教联合会在人权学院举行营朝如来海内外 归国最盛大 教祈最长及参与公关最多的《我天大教祈谈大典》 以祈求世界和平 国家富强 香港繁荣及社会和谐 2008年10月20日至10月27日 经吴南宗宗教室务局批准 由吴南宗道教协会主办 怀化室道教协会协办 吴南宗道教首届 罗天大教 国动在怀化运皇宫正式拉开了序幕 为其发天 是《我是有时以来》 微博最大 时间最长的宗教活动 前来参加本次活动的有来自香港 江西 上海 湖北 湖南的 全国各地二十多个道教团体及高道歉来奖金 2011年3月19日 中国道教罗天大教祈谱会在武汉长春观举行 此次法会将持续九天时间 作为道教集围隆重的祭天法语 罗天大教 是道教祭祀规格最高 祭期最长 规模最大的斋教法式 全国道教界及特地一百三十多位经师和十名各高工参加 国家 还有南韩 法国道教界组团吵架 台湾道教界一百零八道子也前来设谈祈福 此次法会以明天进神 肖三解恶 为您祈福 祈祷世界和平为主 也为中国与南和日本地震赛领祈福 2012年10月17日 逢武当大兴六百年 武当山举行史上规模最大 罗天大教 来自香港 澳门 新加坡 台湾 泰国 马来西亚及中国大陆等 二十名各道教经团的千古名道场起居湖北武当山举行 罗天大教 在玉须宫前设台祭祀 祈福苍生 背景资料 摘教科尔的海底 在道教官官内 人们常常可以看到道士们 身着金丝银线的道袍 手持各异的法器 吟唱着无法的曲调 在弹场里翩翩起舞 有如演出一场折不戏 这就是道教的斋教科语 俗称 道场 慧之 医科研教 简称 科教 也就是法式 下面分六个部分加以介绍 斋的原意指斋合境 后未斋见 洁净之意 指在祭祀前 必须孕育更衣 不食昏酒 不居内寝 以示记者装成 道修子里 其郎之初 素食精心 沐浴结身 慧之 修斋的初位 积德解迁 再者 何神宝寿 后未 专道 乐道 何道 即为 修道 此为修斋的最高境界 因此道教 重视修斋 并制定了一整套斋法 按照他的规模合作为可宁分位 移内斋 即道 包括心斋 作望 存死等等 见 洞神经 二 外斋 即道 包括三传七品 三传指金路斋 玉路斋 黄路斋 七品指三黄斋 自然斋 上青斋 指教斋 涂炭斋 明真斋 三元斋 剑 洞穴领寶 玉路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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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全真派道斋 玉路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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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 教继承并发展了教的祭司仪念 藉此法与神灵相交感 教亦有教法 所谓教法指摘教法式的程序 与一等规矩 教的名物很多 大凡士人有所需就会有相应的建教名物 如其与九龙教、正义传度教、摩天大教等等 齋法与教法本不一样 后来相互融合 是随唐以后齋教、合称、流传至今 成为道教科武的代理籍 齋教科武是教导活动所依据的一定法规 一般有阳士与阴士之分 也就是有清教和庸教之分 清教有祈福献恩 却并严受祝国影响、清清倒露、解厄壤灾、祝寿敬赫等 属于太平教之类的法式 庸教有赦罩魂、沐浴渡桥、破浴破湖、炼渡施石等 属于既幽渡王齋教之类的法式 公关到众美宏朔、忘日、重要节日、祖师圣诞都要举行祝寿、清贺等典礼 这些长期的移归口属灾教科武 来源中国道教协会网站 HTTP号号双斜线SSJYRXNNN斜线GRXNN斜线GRXNCOSN 做教科武 一、建教的由来 教、本系中国武代祭祢 为祭神之义 判若道教盛行之后逐渐演变成 森高涉台祭神的专有名字 其原始意义 主要带人祈求公调与顺 国泰民安 可是 道教通俗信仰随着人和人 肯台湾而被导入于生根之后 由于受到民族传统性鬼上屋之功 与开拓之际所遭遇 独物葬气的影响 建教的目的 最巧妙的结合了 其神仇恩和施鬼禁魂 而成为归博盛大的祭典 二、建教的种类 教祭的种类百多 台湾常见的景祺安教、温教、庆祯教、 庆祯教、火教等 其中 庆祯教系庆祝庆庙园的过程 而常与祈求平安的 庆祝教并行实施 合称 其安庆祝教 教祭中也因此者居多 因凶荒尘瘟疫流行 而祈祷平安跟教以及渭水 火灾死者祈福的水教、火教 都教少见 亦往往附属于其安庆祝教 武士中举行 以教旗的天数分 则有一昭教、二旗教、三朝教、五朝教等 其中以常达五天的五旗教 威夥最为盛大 三朝教刺之 但依已是内容相当充实 媲美大教且教力举行 故三朝教多被视为标准规模的关系 三、建教的时间 民间举行建教的时间 多集中与祭秋一致重东 也就是农历 十、十一月三个月 这时正好失传后农村社会收工后险霞之期 或早则农价正好 无暇顾及 或持则新年降渐有所顾 这也可见 民间大祭典和生活的季节性之间的密切配合 四、建教的经费来源 建教的经费来源 可分为 斗登道笨与临口前 两种斗登社民道场内 其领悟可多达数百个且分等 及重要的如天关手、地关手、水关手等 其中上有象征教育全体系图的总斗登 一个 斗登首分续按领悟的等级 缴纳多寡故等的缓额 由于信徒对斗登有着莫大的关切 在认军时十分勇悦 真先口后书臣 以其神明降服 是未可靠的裁员 丁口前则是向罪欲内的信徒 不分男丁、女口、美人捐欠巧合金钱 以资建教费用 是沿用已久的筹款方式 五、建教活动 教育的进行由妙女管理委员会出殿总理 一切事宜称为安教群 最继时 教育虚树登高 旨在对天神、地旨、孤魂野鬼等 明世词的特举行教计 登高通常立在妙前 阴阳分开 左边对天界神指 右阳则对阴金雍零 对神指的中央最高竿虚弦天灯 树登高之后有放水灯 使寒冤落水或是瓶落水的愿尾可见此分享教计 在教计期间 教育虚全面素食净途 市场亦尽败于新婚 教计最终日至到晚十二结束 既借静计才解除 议程 家家户户被妥生理 拜天宫 中午举行过果仪式 信仲财过果堆 私伯无伤 以显示降福必邪的神力 方管则家家户户被禁定普渡 到晚上普渡结束 家家户户大开体席 便请基友 到午夜 留到事情 谢根高 离 将高竿拆除 教典才圆满结束 建教仪式结束后 供奉神会的政厅 一个月内谢绝外部静命参拜 保持圣堂洁净 唯恐受外人感染污秽之气 影响建教成果 建教的完成 不仅了常民众的心愿 在埋心神上的安宁 而且 就古代的农村生活而言 还具有娱乐的效果 使民众在农狂之余 得以欢乐一番 更促进人际之间的合补 而在近日人际关西日区 伸出冷漠的 勾商业社会中 若大家入勾商浪费 实意不失为 一向有意义的交互活动 参考资料 潜拉内 外坛 内坛在建教其间点并封禁 除道士及建教工作人员外 其他人均预得进入 其目的在保持圣地的清洁 外坛则是开放的 二树增高 树增高是对天神 在建教活动的初期 信众一步续在大街小巷 树增高 树增高系里长长的竹竿上 玄光明灯 树了多少个灯 就代表该部有几个男兵 灯坑则放智头 丁到等部 三井水 只代进井水神至于盛水 用于清静道场排雨 四绕镜 在烧王船前后 主办的庙舍也得动员信众徒步绕镜 烧王船之前系流犬 与信众自主办的庙前出发 常列对如炮浩浩荡荡行至外地 世卫由外境 烧王船后则由内境绕京捷地大街小巷 演员由各异政表演 有宋江镇 齐镇 跳舞 都镇 十二伯节镇 五武将 南管 北管镇等六 七十个镇头 其目的在祈求神明保佑和静平安 五烧王船 五烧王船 整个建教活动的高潮即是烧王船 据了解烧王船的习俗 是延续不见张州和全州先明的传统 烧王船的典故 其因为五十场瘟疫 在医学不发达时 信徒求迁 问话造王船海众将由天府 已驱除病魔 由于在建教步起敲毙时 必须恭请众神命令侍卫 请王活动结束后 当然也得恭送众神称为宋王 在宋王的当天早上 在祭坊的描设前 就已挤满了各地拥入的乡客 时间一到 王船由数百名志愿为王爷服务的壮丁 首拉大神所牵拉王船 缓缓地经过前并路 在沿冰海公路抵达海边 王船行驶的前方由消防水车 搭水 先行 进路 象征为王爷开水路 之后游客阵头及民众 相克前幕后拥的 户架 前行 所经之处 街道位之拥在 其进水泄雾通 往船拖离令位后 信徒分工合作将天台的金纸 柴鱼 眼包 躺包及船上的贵重物品 推置在船上及船边 随即在神教及诸多镇头 卖命舱点下 往船七火燃烧 恭送王爷出航 同时也祈求王爷保佑 五名在海上能平安 丰收 六火火 俗称踏火 主要是带提高神明的神力 同时有力挟作用 七普渡 此为建教最后一个祭名 家家户户白书祭闭 普渡天神 地址 孤魂眼尾 对于潜白之乞丐 亦散发检台与他们 整个建教活动一圆满结束 参考资料 HPPPPTV报号双斜线 揭教减联赦队 台湾迎监盛行建教 每到蒙铃球 十十一本月份 到处都可以看到造地活动的举行 台湾建教有期完整的建教科仪 很多科仪都仅有特色 而且具有深层的意义 一般人所能看到的教技科仪 除了灯膏放水灯等外场的仪式之外 很多属于道场内谈的道士系 大部分的人都是明月明鉴的 解连涉罪是大部分建教科仪中所不可少的 科仪目的在为善性们解开冤结 赦免大家的罪过 西方的宗教都认为人是有罪的 强调真主才能赦免他们的罪 死后才能升上天堂 道教也有类似的说法 所以借着教典的科仪大功无私的 替善性解开冤结 这项科仪只带消解重恨 宣扬道的 平时人们一经愿解重的这三十六节 因此科仪中流道士 轮流宣徒平时 平时罪易解念的这三十六节 随败人员道士前党 每獨晚一段则绕场过教谈一圈 走到水边又一块铜板到水中 以示该结院化结而开 直到所有的结獨晚 道士取出称 称勾上保留活结黑砂线 分别拉一线头活结解开 以示过去的渊结完成解开 这是教计中十分重要的一项科仪 三十日晚上七十起总坛的八足妙人群聚集 共计有两百人参加 历时三小时之酒坊在宋独集三位酒扣中结束 较劲的解联社对科仪共进行二十四个剧主持 本次的建教科仪的通印坛多道场 表示这项科仪有进行七十二节 二十四节及三十六节的 一教点规模大小而定 一般而言 只有项大规模的教点才有做到三十六节 一般三朝五朝之教都是十二 二十四节比较多 参考资料 HTTP号号双斜线六一两百二十一点九九两千分之一百一十一三二零一斜线装斜线六一 总论 台湾庆典的热闹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尤其是建教多年才举办一次 一建教 HTTP号号双斜线 HTTP号号双斜线 只是祭神后来做教的方式不断改变 法师 僧侣 道士 拉台祭祀也都称之为仪教 建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祈求丁方平安与实愿 还愿 对神表示谢地知己的疑慮 进一步仔细分析 还可恩惠中原教 神明诞教 平安教 水教 火教 庆臣教 王教 摩天大教 原教等 所谓 做教 最初的意义仅是寄生 但现在可因社会情安与还愿待过之 大体而言台湾较重要的教学和如下 中原教 传统的中原祭典 原为庆祝的观大帝寿丹而建教祭祀 后因与佛教允满盆会混融一体 以致偏重不度 而今仍保有做教微博与行事的 景于基隆的中原景 神明代教就是个民间信仰 每逢神明寿丹大都设教庆祝 平安教一般为祈愿或还愿而建的清教 此教为祈求或者感谢神明必留平安而建 素来最为普遍且为人所重视 水教 由于从前的水力工程不甚完备 河川经常泛滥成灾 烟尸良田 村庄 灾区居领为祈求往后平安 乃其水教如祭水神明似渊死水中的物魂也为 此外也些人有视一般教祭中的报水灯或进水仪式 为水教之遗类 火教 火教如水教的原由相似 为立回路之灾而建 祈求全静平安 庆成教 一般寺庙如初建完成 都要见庆成教来庆祝 并祈求神明统安 王教 王教之目的乃为驱逐瘟疫 送瘟疫 原教 一般固定其 稍具规模的教典 教程后三五年内 为感谢众神并幼祖主事顺利 和静安 需并建议小教五世功德圆满 教室完成 造教 HTTP 号号双斜线 唐苏.ncc.po 斜线 TempoEvent.hpn 预告上方 大家谈天空谈天师谈各教 谈树灯高 请境内外出神 佛路 谈建教 斋戒进土封 静山水静报 安不法加满 请斗恩不谈安斗恩 请不发表建教 请攻 请水关静谈出破军 安逢 谢土安造军 燃放水灯 莲花灯 八珠献任其天 崇神 捕施孤魂施放宴头 谢台原功 送神回宫 宫教 民俗建教活动 至极体联合前来妙观请道师设斋建教活动 一般称之为打勾教 以相同一人集合二三十人或者更多人联合打教称勾教 一般以相间会多 一 小妙座小教 大妙建大教 来 你 Can ask you to be a person hktp-pop 号收斜线 吹风高 高 红 油 点 contast 点 D D U 点 t 高 红 鱼 鱼 编 线 八 七 卖 线 N 收斜 线 四 斜 线 鱼 转 线 C 鱼 尸 六十年舉行四等數種 其中五歷年 三年 四年 六年教最為常見 如神明淡教 中原教等 不定期教 乃因某些特定目的而舉行的教典 如水教 大教 齊安教 慶晨教等 例如嘉義縣附帶正貨公里的建德宮 於林國七十六年 農曆十一月八日所舉行的 五成年慶晨三朝 齊安清教 大典三天 那時仁山仁海 盛況空前 熱鬧悲凡 充分表達前進天地 拜謝神指之祿願 建教的天術 人們以規模大 享受標準 舉行一天的教稱一張教 二天稱二朝 三天稱三朝 如前術所提及之 勿成年慶晨三朝 齊安清教 即是 最多可達四十九朝之九 如林國七十三年 台南入耳門的天后宮 所舉行的四十九朝之羅天大教 為台灣教齊最長的禁錄 祝禮 又如墨溝建德宮 民國八十五年農曆五月初 有建於該宮供奉主神 禮府大千歲 伏姬遇事 免遇不佳 將有獲釋該案降臨 並指示善然幸宇 在宮前 涉香案導住上方 祈求和盡平安 於是該宮管理委員會 慶善然幸宇 接到香案前前 前城導住領禮 包拜祈求上昌祝福 眾人前城知心果的平安順足 村中果征無事 五穀豐豐收 於是籌劃 禮子年三朝 齊安清教大典 經過數月的規劃 責任分工設施 十月初五期 進行隱神活動靜殿 安座 家家戶戶選卦品安登 天教年 建設南台 天宮台 於十月十九日清晨 於該宮前樹立登高 並於該日明時期至十月二十五晚上十二十全村 家家戶戶舉行施斋訴十三天 十九日下午 芬南北兩壇從事普渡法會大法師主持 家家戶戶准備 禁品與委員會所規劃之法會 立點擺設 自十月二十日至念二日三天教室 及三朝齊安清教 於第三天清教大典邀親縣長 各界人士及建教委員會 穿著五十名裝 參加清教大典及剪裁儀式 由大法師主持大典 盛況空前 善男性與你虔誠之心 祈求和盡平安 風調雨順 以求萬物豐收 百夜興隆 祝二 教的緣起體變遷 HTTP號號雙斜線 空點 中點 高點 踢 高 公用斜線號 斜線 分 三 底線 Malbox 斜線 MAP6 連字號 1.HTN 所謂 教 原始的意義僅是祭神 祂的由來很早 早在魏晉南北朝時代 約一千五百年前 昭明文學 中宋慾 高唐父 及有 教諸神 林泰妮的說法 意思是為眾神建教 為泰妮行禮 到隋朝時 以留在星空夜晚 塵射酒肉 零耳 碧木等祭品 以祭祀天皇 泰妮諸神 並向上艙頂奏的禁感 慧珍 隨書 這也是教人的一種 後來 慢慢變成由僧人 道士拉函獻祭都稱為教 臺灣的教祭 在民間已成為道教和內境中最莊嚴 最盛大的祭祀活動 它大體成其中國願史的意義 是民間為了許願祈神 或還願求神 設置道場 並聘請道士所主持的宗教儀式 然而 臺灣的道教發展 早已融合了佛家威禮的精神 再加上臺灣特殊的歷史背景 因臺灣長期以來一直是各個民社會 其中許多一名特死一鄉又無人道祭 後人一方便連續他們 一方便也擔心魂內作祟 所以人民建教的目的 不僅僅是其神仇恩 還添加了師鬼祭魂的雙重意義 建教的類別 六年 十年 十二年 厌年 六十年举行四等数种 其中五历年 三年 四年 六年教最为常见 如神明弹教 中原教的 故定其教 乃因某些特定故地而举行的教典 如水教 大教 齐安教 庆臣教等 古代建教 所登 宫廷建教及百姓建教 宫廷举办的最为隆重 如 永逸王举办的罗天大教 诸侯举办的齐天大教 其微波都极为盛大 现今已不可见 然而台湾于1980年及1984年 分别在高雄官邸庙及台南士木尔门的天后宫 举行过名为 罗天大教的盟众祭典 这是极少有的例子 至于台湾民间百姓的教技 名物种类非常繁多 常见的有 庆臣教 齐安教 王教 神明淡教 中原教 水教 火教 路教 等等 从名称看 可略知其 如庆臣教信要与过程 或重修增建后庆祝完成而举行 齐安教大多是有一部定周期举行 是属于教技中最常见的类型 有十二者合并举行 称为庆臣齐安教 王教 也称王传教或温教 是因以前经常有温宜及传染病四月 人们希望借人王爷的保佑将温宜尽快驱除 在台湾南部罪为无片 神明淡教则为神明生日史所做的祭典 通常只有一天 中原教顾名词亦是中原节时 为谷渡污魂也为儿社教 目前只于基隆 腾春 路港等少数地方上有保 保留 至于水教 火教是因地方经常发生 水恶或火灾 为了为遗难者起屋而设 目前已很少甘独举行 大多附属于齐安庆臣教的适中举行 路教则是为称获丧生的冤魂所举行 规模通常也不大 以教旗的天数来看 有一招教 二朝教 三朝教 五朝教等等 五朝教的上和属格局为盛大的教计 因前所述在南部举行的罗天大教的教旗 即长达七七次十九天 分七次举行七朝教典 曾轰动一时 一般而言 五朝教徒属归博盛大 三朝教四支 但因三朝教律师内容相当充实 可媲美大教 且其数教符合现代人的需求 五三朝教多被现代社会视为标准模式 建教时间 举行建教科目的时间间隔 有些是定期的如神明淡教室每年举行的 不叫其教短 大多只有一天 王教大致三年一刻或是二年一刻 有些是不定期的如庆城教 火教 水教等多世情况而举行 而大部分地区原本是因应需要而举办 但后来逐渐发展出定期教 如丰元2004年岁资甲生年十月举行的 其安静教旧师逐渐发展出二十年一刻的定期教 每一次建教活动往往需要耗费相当惊人的能力 财力和务力 顾建教的微多大小 教期天数 周期长短 虚视信众的能力和需求而定 民间建教的时节大多选择在秋冬之季 大约农历九月 十月 十一月的时候 此时正是传统农业社会装甲收割完成的季节 大家教有武侠筹备进神谢神事宜 且由于农座修根 广大的空地正适合用于建立教台 收割开 于是一场热道的继典浓浓登场 逐资港闻信供HTTP号号双斜线 通点中点高点低低高 VU鞋线画鞋线 VANCEM底线 MLBox鞋线 MAP6随字号3.htm 罗天大叫 HTTP号号双写现春后到朋友眼障碎森.org.hk 罗天大教本人来 罗天大教是道教大型综合一名的名称 罗天及大罗天道教指天之三界以上的请高属 无上力量,称天之三界之上,遥遥大罗,以罗天之社教之谜 是几点起警将神领数量之多,品位之高 以及社教时间之长,微博之大,社教目的之广泛 参与教徒的道士和祭祀,奉献的道教徒人数众多 教缘世纪尼的意思 宋玉高唐父与导炫功教诸神,李泰宇,教神救世纪神之语 两境之间教和斋对举,太上洞渊神纣经称 修斋社教,不依科仪之考 唐代以后,摘合教材教普遍的联用 以指称道教福利 因此,教士道教会请崇拜福利的一种称呼 无上皇后大斋历程,称严真将圣,起恩警服 则卫之教,移代以后,道门与民间多以教代替斋 罗天大教之称最流行开白 罗天大教的内容及其特点 移代正统,道教,收有以罗天大教官邻的刻意文献有 罗天大教社教徒,罗天大教三朝徒,太上洞玄灵宝天尊书罗天大教上品妙姬等 据罗天大教社教徒,在罗天大教中照起的有 三清至尊,十方上圣,玉京精确,天地天真,十方师尊圣众,三界关属,一界威灵等等 天地间所有神灵 行的目的就是为国泰民安,颤罪谢恩,祈受典生,拔幽见祖等等 罗天大教的微谋力较大,时间也长 一般要举行三天,五天,七天等,不等 每天所行刻意均不相同,因此内容十分丰富 罗天大教在宋代也有称为周天大教或普天大教的 据道门定制称,宋代的周天大教或奉的神灵友 二千四百分位,普天大教则设神灵三千六百分位 这两种教只有朝廷修奉或大宠为国义许修设,数人不许奉修 现在香港,澳门地区和台湾省道教常有举行太平清教,齐安清教,聚齐内容 就是地区预众自己邀请道师举行的罗天大教 一注香烧一百零八天 HTTP号号双斜线triple.com.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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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即便展开一百零八天罗天大教,信徒一神灵旨意制作高杀六十,直径三十二,约五,六层楼高的距离罚箱柱,造价四百面万元,大小,造价在台湾绝无极有,箱柱还得多次测试,让它刚好可焚烧一百零八天,信徒声称这就是台湾最大小, 大树香河山村里远北京殿念八日起展开,甲生年一零八天罗天大教,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处地在广场的距离罚箱柱,要帮特地兴建铁平屋保护箱火布袭,明远北京殿负责人魏瑞汉表示,他们是根据奉寺的玄天上帝主, 举办博天大教会并方消灾解恶,二年前即开始重划制作可焚烧一零八天的相处, 北极电管委会曾试图委托制相互制作,不过因工程浩大,加上了控制香火刚好焚烧一零八天,因此没有人缘一层间,最后由信徒王金波,无江中自告奋勇。 黄金波说,他和内婿与江中都没有制作相助的经验,过程中完全凭着灵感,不仅的考量相助高度,直径,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烧速度,因此相助密度相当重要的拿捏准确, 他们也是边做边修改,历经八个月才大功告成。 除铁铁平屋遮风港一外,北极电管委会萨鱼明委员的轮班念四小时守候,确保香火不息,相处每天焚烧约十公分,预计三月里焚烧见底。 古代建教可跟宫廷建教及法性建教,宫廷举办的最为隆重,如有帝王举办的罗天大教,诸侯举办的齐天大教,齐规模都极为盛大,现今已不可见。 然而台湾于1980年及1984年,分别在高雄官邸庙及台南市路尔门的天后宫举行过名为罗天大教的盟众祭典,这是极少有的例子。 路尔门天后宫举行过名为罗天大教,1984年农历十月,正值甲子年,双春,润十月,小阳春,双雨水,路尔门天后宫花祖奉天成玉,掌握天时,地利,人和之良金,于十月初始此时其故,开罗宣誓七七次十九天的, 罗天大教正式开始,直至顿十月二十八日五十开婚,举行十一万二千层以上的大幅度,是为海峡两岸自唐太宗以来首次的民间百姓,罗天大教,盛典。 这是历史上有记载于来的第三次罗天大教。 第一次是唐太宗礼士尼,贞观三年御兵出征凯旋徽白,为感谢天地超度阵亡战事,乃决意修建罗天大教,却因金颤不足,遂太圣僧玄道前往印度取经,至贞观十九年,西元六四五年,玄道取经回长安时期见罗天大教。 第二次与明家境三十四年,西元一五五五年,由台向主持修建罗天大教,传闻宋人宗时益曾举行过一次,第三次的罗天大教传说天意主由民间百姓起见。 而台湾是中国历史上真正人民作主的国度,台南是又是台湾文化土积的重镇, 鹿尔门则是台巨烟喉,浮沉天险,是正成功的恩墓地,是改变台湾历史与台湾人命运的关键地点,并由引领正王,助一潮水,而得以登陆,打败当时西方列强的荷兰人知天上圣母,鹿尔门妈,传达上天意旨伴领 但罗天大教,实属天时,地利,仁和之盛世,圣和之世恩子所强调的合理性与正道性。 当时的罗天大教的合理顺序事,第一次举办金木谢恩其安邦教,古朝,知遇皇上历教,自农历十月十日至十四日一共五天,普渡一次, 第二次举办金木三元降福方教,古朝,知三元三戒教,古渡一次,第三次金木壤以其安保境福教,三朝,知我教,第四次金木壤该其安福教,古朝,知王教,古渡一次,第五次金木九皇陵斗消灾元寿教,九朝,知九皇陵斗教, 第六次金木斗教,古渡一次,第六次金木念安福海清教,古朝,知水教,古渡一次。 ce 接着举行皇陵斗大斗 光茫 辟斗教肠本自高墨斗 самого贵、五朝,知识维农冒先 无大斗、五朝,知邪教 各度平次。 第七次是齊安清教七朝 最后则是论十月二十八日的开关大幅度 此一罗天大教圣典可说是总集成 当前台湾道教廟与各类各式白白 幅度赏兵做教之科与典范 有其可贵的是一切仪式 道场 布置 音乐 舞蹈 人员领服等 均遵循务力及尽考究 奠定了日后木耳门天后公文化祭之一点结束 根据当时罗天大教旗牌观看公园说 大幅度的祭品数量必须要十一万本以上 那是木耳门妈转达上天地址 不能责怪鸡筒或桌头狮子大开口 巧合的事情排关传令下来以后数日 安南区区长相苏南城市长告告说 该区的户口数正好是十一万二千多人 意味着浮沉草地赞成也要每人准备一盆祭品来五度十方伟魂 以后安南区才能飞黄腾达 为秘书市长不诱伤脑筋理育 而当时竟然也有人提供一百二十支甘蔗 一千二百金重大中宫一万金白铃等等 珍世人算不如天算 很多无巧不成熟的玄奇奥妙与神迹都曾显示在各自教计之时 令当时的苏市长得责称其 当然最重要的是因为担任罗天大教祖主会的苏市长与主持万读工商 其法会的陈荣胜事后都关于亨通 而今法妃林选出来的七大驻三十五贵手等一官 日后一把喜圆满 津津乐道与此五百年难得遇上一次的功德 该次择天大教的祖师价格如名旭盖位 总主会下设七大驻三十五贵手 主要执手分位大大主会 大主室 大主教 大主谈 大主谈 大主府 大主登 大主造 都跟手与其牌手等大教之其教案预谈发表 今目起白 接其依序进行 日刻则每日二度转经理颤 朝拜乱零 早晨起鼓 午时献共 临晚道听奏乐 遵守祝语 自十月十日志论 十月十一日分行其寿 扰灾 道王 杜鬼之经 皇 玉路各科已临许 罗天大教之缘 王 杜 则于1987年兵宝年十月十日圣大举行 与前相同组织架构 循奔恩 初期 重启 敬表 领宝冠灵神恩 经路正教之教续进行 一切仁是终归终举 即为考究 总观罗天大教及其原教 台湾宗教届使与潜力 勘慰台湾大型教会之规高 民国六十九年农立二月二日起 官邸廟举行七七四十九天的罗天大教 齐安庆成 曾祖大祥 教练有四汉六十四代张天师主持 市长黄 玉与 担任主机官 和印清将军 印标检查 岸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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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chap 10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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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i Azio 55 Balai Balai Azio 10 410 DOTP DOTP Ba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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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2014 0504 嘉里 金唐殿 專輯重要 有章 有章 影中导師提供 HTTP Balai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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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明文泉 為 教諸神 李泰宇 隨書 為 夜中於星塵之下 晨放久土 靈兒 閉悟 曆似天皇 泰宇 四五星列宿 為書如上張之以奉之 明之為教 自漢末道教盛行之後 教 字的意義更廣 宗教無謂靠近 從南北朝開始 歷代朝廷未求封條與順 國泰民安 大多有見教的敬禮 而道的元 明兩代更為盛行 當道教風俗信仰跟隨著漢人肯在台灣生根之後 由於明的風俗向信為好子 而早期 明於開拓之際多有印度海 張曆 洩漏而死的 未超渡這些無主孤魂 建教的目的碎堅其神 崇恩與詩為敬文 眾類 古代建教可跟宮廷建教及百姓建教 宮廷舉辦的最為隆重 劉力王舉辦的稱國天大教 朱鴻舉辦的為其天大教 其規模都極為盛大 現今已不可見 然而台灣於1980年及1984年 分別在高雄關定廟 及台南市路爾門天后宮舉行過名為羅天大教 的隆重敬典 這是極少有的例子 至於台灣民間的教技則種類蠻多 常見的有清晨教 齊安教 王教 神明淡教 中原教 水教 火教 陸教等等 公廷教 WIL 且為八道信条發 無過程 或重修尋漸後 Sceneحد完成 而舉行 齊安教大多固定州旗舉行 截憨 則fter分離年 三年 四年 六年 十年 十二年 殿典舉行 四等数种是属于教纪中最常见的类型 有时前二者合并举行 称为庆臣其安教 王教也称王传教或温教 为了祈求王爷保佑不驱除温义 在台湾南部最为一片 神明但教国为神明生日时所做的祭典 通常只有一天 中原教不明思义乃于中原结石 为五度孤魂也会而射教 至于水教 火教是因地方经常发生水恶或火灾 为了为灵难者其俗而射 目前已很少单独取行 大多数属于其安庆臣教的适中取行 陆教则是为生或丧生的冤魂所举行 规模通常也不大 达教祭典则经常移记其天数的长短 显示其规模的大小 其称 其朝教 有一朝教 二朝教 三朝教 五朝教等等 五朝教以上的属格局极为盛大的教计 早期台湾民间教典的举行都是好几年才举行一次 每次达教就要动员不少的人力金钱及物资 所以民间往往要好几年的修养升级 才有能力举办下一次教典 建教的经费来源可分为斗登刀笨与丁口钱两种斗登社领导场内 其领悟可多达数百个且分等级 重要的如天关手、地关手、水关手等 其中上有象征教育全体系图的总斗登一个 斗登按名物的等级 由信徒任捐多寡物等的款额 丁口钱则是向祭祀圈内的信徒收取小额金钱 男生丁、女称口、儿牛也算一口 传统上口钱是丁钱的一半 现在因工商社会使人口流动 人与土地的认属关系变淡 收兵口钱制度也多改为团圆金或自由乐捐 教计的程序 教计的程序既已以及相关系组各地有别 但大体说来要先所知名实性的教局 建教筹备委员会 负责规划打教的相关事宜 再者要聘请道士团 负责教点所有的科宜 同一时间内也会招募各斗手 确定各坛的脚头及坛主 并将各坛的工作分别交付坛主执行 其次是上书预告 目的是向玉皇大帝及天地诸神奏报建教事由的 勾请诸神见识光临建教多在教点前两三个月举行 接着再建立法坛 法坛是道士师法和建教主祭拜的神圣场所 有主坛 内坛与副坛 外坛 支别 主坛就设在主办的庙宇内 由道士们负责搭设 布置祭坛 赴坛通常由各区域的脚头尿为伴 再者 教场虚树令 登高 旨在对天神的指 孤魂野鬼等明示词的举行教祭 民间信仰中的登高 一向被视为请神招给最重要的器物 除了没有五度科医的医域教 大部分的教计法会都把树增高 视为最重要的器头戏 其科医过程非常慎重而且复杂 早在入教活动前属日 甚至十数天前就要树起增高 其目的有二 于是邀请天上诸神前来见教及共享圣活 二则朝明音间的孤魂野鬼前来共享屋实 树增高之后流到水灯 使寒冤落水或是瓶落水的愿尾可见此分享教祭 齋戒为道教表现虔诚以戒圣的行为 在建教期间 境内的善含信仪都必须借守摘束 以表达虔诚的心意 维持建教法会的圣洁 因神降临赐福 所以 风山尽水 科医之后 教区境内的民众都要借圣以待 遵守齋戒素食且净途戒杀生灵的规定 广义来说 是禁止任何杀生的行为 齋戒禁既要道教祭结束后才结束 接着 内坛进行道教科儒 坛外在信台上奔先典戏 一日 家家入户被妥生以拜天公 卸三界仇达神恩以及祭祖 傍晚十分 则要准备祭品普渡 到晚上普渡结束后 开婚宴请清酒 到午夜有道事情 卸登高 离 将高竿拆除 教典才远款结束 道教科 在中国历史上 道教科儒曾经速度成为 国家的纪念仪式 因此道教的行事之科 与行灵之一变格外的盛重 科儀即只依照规范的动作 程序和礼节法式 而不同派别的科儒会有不同特色 但只要由其施圣 入户 入户 方儒 请神 敬表 转谢 妇儒 出户 谢施圣 等环节所组成 此外 要在科儒进行以前 通常会先进行不虚和洒进的仪式 不虚 不虚的意思即在太虚中漫步 道士在已设置的祭坛中 以唱《欲经山不徐经》 同时静叩时 变经等仪式配合 钢步或允步步法 借着脚踏心口的方正 不需旋绕而达天境 不虚可以是一种模拟深渊的过程 撒尽 撒尽 撒尽的目的是 找出贵气和洁界封坛 使坛场洁境 避免教祭所修之功被协会所破坏 启师圣 启师圣是欲请神仪式 到圣主依称念圣号 并行相攻陷 所造请的诸神着暗位皆知尊卑 远近而如依其境 包括施圣 端江或公草 众神力坛的目的是 未监督或主持法事 与其圣名相对的事 借施圣 当法事结束后 道士会一切坛事与一切 请众神离开坛场 盖归官府 入部 入部即 入的部 身内谈 与诸部相对 从道教的观点看 入部便是分天谈 进入天界 道士需按照一定次序 秘咒及部法 病中的寒意是 进行遗世 遗世者需先改变自己的状态 将自己从反俗中脱离 成为一个可登神圣界定的化身 中 发明于请神 魏灵 闭法骨和巴鲁 与巴鲁相对的事 父鲁 亦称 存天浮鲁 即将所处之身神 敬表情成奏表之一頁立之法式 此款結尾整個道教刻意的核心 敬表儀式包括宣慈及數歲修法式的時間 地點 信世之尼 其佑之意及各朝刻意所刻念天雀立君的聖號 崗布由二十八秀起 四位三十二天 再四位南斗 北斗 三台 五席 九宮 最後向天文踏行三步以淨地表文 道士到達天文之前 隨即徒弟存享成此表 稱為福章 乘表完畢後 再出天文 謝恩而退 法器 法器是指道教儀式中所使用的各種用具 無論舉行何種道教儀式 居離不開法器 在道教儀式上使用法器 主要是為了使儀式具有法律的效能 從而呈現出強烈的節奏感與莊嚴肅目的宗教氣氛 因此 當道士在執行儀式時 除了要負重彈場的設置 如香菇 共品等的擺設 和本身的武士 如頭上的道觀 道經 身上的道律 道律等 外 還要因應儀式所需而使用何種法器 此等法器 或有用於力竭屈膜的 或有用於造神潛向的 或有用於靜遂坦長的 或有用於節制精頌的等 地中一稱三清靈 法靈 法中 道順行儀式的法器 地中有首領 禀端稱 劍 成 山 自行 是道教三清的象徵 代表御清元時天尊 上清靈保天尊 太清道羅天尊 地中有將神 驅國的作用 法師師法師以單手持力搖動 起鈴鈴鈴鈴鈴的聲音 意味 振動法靈 神為賢清 木魚 木制法系 又稱木骨 道教型 使用於敲擊節奏 控制送經速度 由於昼夜都不合點 所以把木頭雕刻成魚形 建議警戒修行者 因昼夜私道 切木懈帶 木魚樣式和大小有多種 小木魚可握在手中交感 大木魚通常放在金岸旁邊 木魚 皮面布置法器 有緣痛心 編緣心 大小兩種 到萬早晨開境 晚上直徑時 居有幾五位耗著 小木在航 實作為法器 配合小鐘使用 古身有通神力邪的作用 道教請古時分講究 手法多樣 既能模擬 風雲雷雲 又能配合金綠版點 位置 花點 如意 行儀時高峰 主持儀式的法師 得法器 由玉 木 古等雕製 形狀略趨如 心 字 有三點 首尾兩端座如 擦形或靈之形 中央一點成圓形 三點暗喻 道化三心 知意 異象正義心尊三寶 道寶 金寶 師寶 相傳如意 為皇帝戰士有之兵器 具有聘眾國 宣保金之法律 現今道教請古時 只有高峰可以守持儀式 慶 同職多於狀法器 道教請古時 局慶以通報神靈 相哀解惡 相哀透拜神靈 執念道師及慶以示通報 在道場送經時 及慶以控制科理程序 引慶 統職法器 六名守慶 七心四想完 底部連一目筆 以便斜持 行走送念時 敲擊慶邊 其清脆之身 用以引導 控制行的速度 固明引擎 水魚 道彈法器 及水管 清水管 用以慶裝法水 甘露 古為竹製品 精多為童製 有的行如茶杯 杯口越大 杯身周圍會有 五月真行圖 有的壯如飯碗壯的水魚 杯口越窄 高宮法師 常以左手持魚 右手持兩柳枝 沾取魚中法水 便灑法壇 以示禁壇 當 右稱單一 童補 俗稱當補 行位置近約十公分的小銅鑼 懸於木框上 敲擊出身 如果有多面小螺 懸掛於統一方上 敲擊演奏 則稱為 雲羅 雲敖 勞羅 亦稱國 銅盤 由兩片圓形的銅板組成 其中央的隆旗部分 有神或部條細節起來 行儀石造式 雙手各持一片 合集發生 勞羅之身 可迎送神將 驅趕妖羅 行儀石 勞羅通常 合當配合使用 另其 道教法壇上 道士用於八號施令的棋子 棋面會清 紅 黃 白 黑 五色 代表五行 並將於尺狀色邊 配有挑帶一條 旗竿一般為橫紙 旗子上書有 令 或 是照萬神 等字 壯斑 法牌 依照常用法器 壯斑的區分在於 壯頂有蓋 令有直竿 可以守持 斑頂無蓋 有守持者 亦有玄化於神像兩側 法牌設置狀翻幾道 用於蒙天告地 朝真照明 朝度 又稱歸簡 朝簡 朝反 奏版等 原是古代 朝廷上官員所職的首版 上人可以祭事 以免遺忘 在道教法壇上 仁尊古義 以示法師 向帝尊奏告 朝拜時君是兩者公職 朝度於胸前 以表尊記 法師 攀場法器 有霧池和鐵池兩種 霧池多位金色或紅色 兩面均有刻度 並標有紅色等 吉祥圖 鐵池不帶刻度和圖案 另有天童時 行為四門 各面分別各有日月 二十八星秀等 星像同岸及天童元帥聖號 以示天童神的密邪力量 道教論為法師 具有密邪除魔的力量 法劍 攀場法器 即 寶劍 令劍 七星劍 法劍試跳式 釋法的法器 具有斬標諸魔的法力 科理中念咒武 蓄水 灑激 粉符等劫次 多以法劍相配合 法劍有金屬和木製兩種 金屬劍的劍身兩面各相有 北斗七星圖案 劍品則刻有龍 符圖案 陶木劍的劍身亦刻有符咒 法義 道是上後天平文書之異性 也是行使神命的法務 法劍上使用的輕詞 表章 藝文 保錫 俘路多代法義 以象徵神明的加持和翻新 資料有木製 實質 青銅等 英文多貴先生的尊號或法函的名稱 文字通常呈傳譜或符路 非一般人可識路 令牌 又稱為令 古雷號令牌 源於古時軍隊的武服 有金屬或木製多種 令牌的正面一般有 古雷號令 背面有 總照萬靈等字樣 兩側刻二十八星秀名稱 令牌上原下方 象徵天地 是道教法盤上用古罩及神漿 拆遣神靈的法器 亦有 替惡曲邪的作用 守移 有零的香爐 用手持移 故稱守移 古蓋 古蓋貫線之旅 用規範 範的形狀向寒 內盛放祭酒 守移 向規 指柄 與其貫線之旅 守移 極遠於此 道教一世 有尚無相喝儀 法師指守移燃香 與其敬禮 參考資料網站 道教文化 http 號双斜線 吹風 高 朋友 點名 zolus.oi.hk 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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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俊 底線 二零零 七點 HEM 羅天大教 一 序言 香港道東百年 道外城傳多元自廣東 城堅其後 發展至今 在前輩後口相傳 教導晚輩後學至新規定 開壇慘教 同梁道德 在其眾之城和努力根源之下 不絕間 道教在香港已建成風氣 拘勻到新日眾 由其違規之後 香港道教教團與國內道教組平和公關的道義日區警力 道路與交流頻繁 香港道教聯合會成立於1967年 旨在團結和聯絡等港道斷教團 宣揚教密集組織宗教活動 道教敬意相信 敬天地 敬鬼神 它的神仙信仰和修身哲學 是人類文明的宇宙觀和生命觀 而道教科一世溝通三界的道術 以達至天人合一 通過一半合理 宋經本 與先真神靈接觸 祈求必誘 賜福消災 因此刻一哉教室宗教的首要 據歷史的記載 古時的皇帝常見照例起見經錄道場 民國以後 直至近代 分別在北京白如關 會有1993年 斜縣連山大羅宮 興四2001年 前後起見羅天大大教 海外台灣指南東也幹務一年 1998 主辦羅天大教合任五年 2002 主辦通天大教 也關我中華民族兩岸四德的道教團結和發展 香港道教聯合會更改發奮和強 競選門定主之責 積極進取 洪洋教育配合社會發展 道化離風 使居民守望相助 安居樂業 香港穩定繁榮 故此 道連禮師會同名發起起見羅天大教之祥 2 2 斎教之道理 一般教典多稱 金怒道場或黃怒道場 據唐遠點 規定道教教祭 金怒道場 為天子之教 旨在調和陰陽 防止災害 並請求陰王蒙獸 黃怒道場 旨在超度五切先祖亡靈 地府成魂 按全真與山派金怒道場分類如下 教有三接 上街上等 國王設教所用 普天大教反聚會三千六百更位 行彌四十九日夜 三 上街下等 羅天大教 反聚會一千二百更位 行彌十二日夜 當中羅天大教科 何彈歸均有定制 教育與其禮導 受惠首要 清水道會 開恩兩番 上搖八奏 起彈移聖 誦經拜禅 早午晚朝 禮鬥公天等等 都要依科宣奉 依移行法 齋一位赴坦主侍寒陵度王 拯救成魂 及齋教之禮 乘通三界 達至天清的民 陰陽兩立 更要恭請地方官員 代表國家民族 更要恭請地方官員 代表國家民族 上張宣義 祈求上方賜福 述使封條與順 民康復賦 三 羅天教廠的佈局 道派三才 羅天誓指大羅三先進 禮鬥經 與天意深水 的六成期 東南西北上下稱六合 今次羅天教廠 位於全萬福利 大茂山山路 相接遠泉學院後山 可用佔一約三十多萬平方尺 另有情的相連 可做道場與遮用 因此 全民地方環境條件 建議羅天教廠 與兜潭對手 賦以五方潭 結成六合潭 應天意大順之術 而整個道場作為向南 設兩近台樓座道場 山門分隔內潭和外潭 如下圖一和圖二 圖一兜潭 圖二卻憲父建點 教壆 宣布賦和共沟 項 內潭 六和潭的分部 一 上方 东坛三清殿 宣告廉华教坛 主奉三清四玉 八位千真往东传统 一名诸神教坛 过起五福十坛 主奉三十六天地千二百位尊神 二 东方 玉皇殿 坎恩赐福教坛 主奉玉皇 东方天地斜线天疆 西方天地斜线天疆 三 南方 天师殿 主并消灾教坛 主奉张道陵 格 许 萨真人和三毛真君 四 西方 纯阳宴 赦罪解恶教坛 主奉领祖 重养七真 五 北方 圆臣宴 宝命延寿教坛 主奉洞老 南臣美狗 六十太岁 六 下方 三观宴 护国有名教坛 主奉天地水三观 一 斋旨 祈祷 祈祷世界和平 国泰民安 消灾解恶阴阳两地 即 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安定繁荣社会和谐 太上金目罗天大象 并 法会牌楼外 射左右翻根 左翻根 浩天金雀之尊玉皇大天尊选穷高上帝 日间两步翻 夜间数余根 如图 丁 外坛 设置在第一进法会牌楼 附建二之后 第二进教坛牌楼 附建二之前 一 右方 射清玄念度教坛 主奉太鼓旧 古天尊超建坛林 二 中央 射灵观殿 降罗 护法教坛 主奉王大天君 马 赵 坤 月圆帅 三祖方 射丹圣教坛 供奉世家佛佛 明家诸圣 道教代堂朝传阳律祖师赤丰三教之师 思想存荣如 世之礼 据 中南山神仙 崇阳 真人 却真教祖碑 赶 真人 却能诵 翻过新经 道德 清净经 及 教经 与何以修正 崇阳祖师教化 一子习名门之 教经 佛教之 新经 以作修行之科本 事与道路公同 基于香港历史 过往数十年 社会存在不同宗教 宗教之间本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服务社会 组织六宗教物输出 和平共处 携手合作不见 缔造香港地方的宗教和谐 港道教联合会的成员组织 团体会员帮容和监受公关共奉如是两教 这是存在的事实 宗观上述原意 同门如能在共识之下 和理在 外坛 设 诸佛列圣坛 方便佛如两教参与 共修善功 四 经团组织 一兜坛由道联会 会属道观和道联金颤班神坛 并邀请北京白与观和天师祖经团配合 二 玉皇殿香港各道观神坛 三元陈殿北京白与观斜县五当子消关斜县香港各道观神坛 四 淳阳殿海外新加坡道教总会斜县台湾十南宫神坛 五 天师殿龙古山天师祖斜县上海外云观斜县成皇庙成坛 六三观念广东三元宫斜县子云观斜县苏老观斜县澳门道斜斜县广东元选道观斜县 七三圣教坛到年会会属佛于金团祭任何慈善宗教团 五 道场宣传介绍 各金坛坛外组编设电脑银幕告示台 介绍成坛金团背景资料 金坛名称意义 事日金颤名称 法事目的和祈求等等 六 法会旗志 遗元成殿二十八星秀旗 二 东坛五月旗 三法会台楼门外 五方 青红 广白黑旗 四 法会二坛外 罗天教旗 太晴旗 七 节语 各位到年会众品市 公关主持 玄门大门 以上是到莫在罗天教旗的出租场和秩序 未能尽善 更需时间考证和取经做修改 进行诸均见量和包含 http 号号双 斜线 bip5.chime.com.cn 斜线 bip5.chime.com.cn 斜线 斜线二零一二零四号0 罗天大教 简介 罗天大教是道教斋教客户中最蒙重的大型宗教活动 是规之最高 德局最大 韩义最深 既其最长的道教斋教活动 目的在于故国佑名 严寿渡王 肖丹阳过和祈福谢恩 罗天 是指三界之上的大罗天 所谓罗天 是指天外之天 最高最王之天 教 乃是道教祭司三清 四律 五星列宿的一种一点 早期道教与伴教人的目的是致病 又罪 教人最早是在夜间 怒天涉共祭诸神的 大唐六点 中列有七种斋如 黄禄 金禄 明珍 三元 发洁 涂炭 自然等斋 其实斋已成为一种宗教活动的仪式 唐以后 斋 余 教 开始并成 宋代王亲作者 《摩天大教徒》 道教岁具有了古天大教 周天大教 摩天大教等盛大的祭祀 明代邓仲修等编定 大明全教历成斋教五 时 将斋 教和并成为 道教宗教科领的统称 据道经规定 普天大教一共共三千六百教位 即神位 周天大教共共两千四百教位 摩天大教共共一千两百教位 三种大教作法 微多虽有区别 但其目的都是 一户国佑民 二年寿路亡 三消灾疗祸 四其福谢恩 另外还有 金墓大教 玉墓大教 王墓大教 等大行道教的事 唐以后 历朝不少帝王都是每逢某有大事或大灾 须照请道师在宫中获名山峰观社坛建教 清代以后 这种大行道教斋教活动就很少见了 罗天大教的主要科有本乡 开坛 请水 阳帆 宣宝 荡会 请圣 社罩 顺心 上调 诺帆 宋圣等等 在宋经礼拜时 排办有优美的道教音乐和动作 对情变化多样的语步吉他刚斗 武当山举行史上规模最大 罗天大教 2012年下宫武当大兴600年 10月17日上午 来自香港 澳门 新加坡 台湾 泰国 马来西亚及中国大陆等 2012个道教经团的千古灵道长期 去赴北武当山举行 罗天大教 在玉须宫前 社坛祭祀 祈福苍生 罗天大教 是道教斋教科技中最隆重的大型宗教活动 此次活动是武当山有时以来 第二次举行 罗天大教也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道教法会 而武当山上第一次举行 罗天大教还得追溯到明朝年间 当天上午 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与庄严的送银祭典注文 祈福真武祖师保佑世界和平 人类和睦 畅善良德 其痛的爱 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容宣布 罗天大教 开始 玉须宫门开启 来自海内外的二十名个道教精团 在鱼上队 乐师 金师 高宫 华盖 日月善的代理下列队 从玉须宫平部到武当山文化广场醒神开余神 按照活动安排 十七日至二十六日 在武当山七个宫关共设二十八个法盘 各金团将在各自坛场一颗研法祈祷 全体金团排将二十六日下午在玉须宫举行送神仪式 武当山管委会主任李八平在致辞中提到 六百年前林永乐立出地开启了北建故宫 南修武当的工程 六百年后武当山下的丹江口水库成为国家工程 南水北调 中线的水原地 异洪清水至此北上 润泽津津津津 武当山是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四大道教胜利之一 海内外最大的真武祖师道场 七元1412年 明朝永乐皇帝出地新宫修建武当山宫关 经过三十多万军营的坚古营建 初步形成了武当山 九宫八关 三十六安堂 七十二延廟的建筑灰国 2012年 下等武当大兴六百年 本次罗天大教也是武当山系列庆祝活动之一 有关活动记录 1993年9月17日26日在北京白鱼关举办的《罗天大教》 是甘官自清代以来最大的一次圣典 参加大教的有九个内地经团 还有香港 台湾地区和美加澳海外经团 本次传统圣典 祈求上天赐福人民 祖国昌盛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1998年 海外台湾是南宫主办《罗天大教》 2001年5月在年山大罗公举行了建国以来 规模最大的道家活动《罗天大教》 香港 台湾 南北韩 新加坡的国内外 20名家金团参加在全国乃至世界道教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2007年11月13日 香港道教联合会在人全学院举行 明朝如来海内外规模最盛大教祺最长及参与公关最多的《罗天大教》 以祈求世界和平 国家富强 香港繁荣及社会和谐 2008年10月20日至10月27日 经湖南省宗教室务局批准 由湖南省道教协会主办 怀化市道教协会协办 向湖南省道教手界《罗天大教》活动在怀化域皇宫正式拉开了序幕 为其发天 是我是有时以来微博最大 时间最长的宗教活动 前来参加本次活动的有来自香港 江西 上海 湖北 湖南的全国各地 2020多个道教团体极高道歉来奖金 2011年3月19日中国道教 《罗天大教》其图会在武汉长春端举行 此次法会将持续九天时间 作为道教极为隆重的祭天法语 《罗天大教》是道教祭祀规格最高 既其最长 规模最大的斋校法式 全国道教界及各地130多位金师和十名各高工参加 还有南韩 法国道教界组团吵架 台湾到教界108道子也前来涉谈祈福 此次法会以明天进神 消灾解恶 为您祈福 祈祷世界和平为主 也为中国云南和日本地震灾以祈福 2012年10月17日 蒙武当大兴600年武当山举行史上规模最大《罗天大教》 来自香港 澳门 新加坡 台湾 泰国 马来西亚及中国大陆的21个道教精团的前 明道场齐聚古北武当山举行《罗天大教》 在玉须宫前设台祭祀 祈福苍生 被剪辞掉 筛教科领的海域 在道教官官内 人们常常可以看到道士们伸着金丝铃线的道袍 手持各地的法系 音唱着鸿鸿的曲调 在弹场里翩翩起舞 犹如演出一场折服戏 这就是道教的斋教科领 俗称 道场 会之 医科眼教 简称 科教也就是法式 下面分六个部分加以介绍 斋的原因指斋何进 后未斋见 捷径之意 只在祭祀前 必须沐浴更衣 不食昏酒 不拘内寝 以示济者装成 道修子里 其郎支出 素食清清 沐浴皆生 会之 修斋的出位 即得减签 再者 和神宝寿 后未斋道 乐道 合道 集围 修道 此为修斋的最高境界 因此道教 重视修斋 并制定了一整套斋法 按照他的规模合作为可宁分位 移内斋 集团 包括心斋 坐望 存死等等 见 动神经 二 外斋 记录 包括三传七品 三传指金路斋 玉路斋 黄路斋 七品指三黄斋 自然斋 上进斋 指教斋 图探斋 明真斋 三元斋 见 动玄斋 三元斋 百年斋 别保险团大 义 各种斋法有着不同的意义 如今怒斋 上香偏灾 保证 异怒斋 救度人民 颈徒 卸祸 皇怒斋 下法地域九丢之谷等等 现在全真派道是仍保持时速 正一派道断载初一 十五或其他宗教节日 均要速食 仍等 都是在十斋里奉告 教的原意诗迹未如带领余 说问 约其一位观取二位祭祀 道教继承并发展了教的祭祀一面 借此法与神灵相交代 教义有教法 所谓教法 指摘教法式的程序 与一等规矩 教的名物很多 大凡世人有所需就会有相应的建教名物 如其与九龙教 正义传度教 摩天大教等等 借法与教法本不一样 后来相互融合 是随唐以后 借教 合称 流传至今 成为道教科义的代理 借教科义 指教导国共所依据的一定法规 一般有阳世与阴世之恩 也就是有清教与雍教之恩 清教有祈福献恩 却并感受祝国影响 清晴岛与 解厄壤灾 祝寿敬赫等 属于太平教之类的法式 幽教有赦照网魂 沐浴度桥 破浴破湖 练渡诗时等 属于继幽渡王斋教之类的法式 公关到众美红术 旺域 重要节日 祖师圣诞 都要举行祝寿 清贺等典礼 这些长期的移归统属灾教科义 来源 中国道教协会网站 HTTP 号号双斜线 SSJYGXXNNNN斜线 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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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 斜线 斗 斗 做教科义 一 建教的由来 教 本系中古古代祉宁 为祉神之义 看落到教盛行之后 逐渐演变成 森道社台祉神 的专有名字 其原始意义 主要在于祈求风调不顺 国泰宁安 可是 道教空俗信仰随着人和人肯台湾而被捣固于生根之后 由于受到民族传统信尾上路之风 与开拓之际所遭遇 独物诏气的影响 在建教的目的 最巧妙的结合了其神仇恩和诗鬼经文 而成为归博圣大的祭典 二 建教的种类 教祭的种类百多 台湾常见的锦旗安教 温教 庆尘教 火教等 其中 庆尘教系庆祝庙宇的过程 而常以祈求平安的祈安教并行实施 合称祈安庆尘教 教祭中也因此者居多 因凶荒尘瘟疫流行 而祈祷平安温教 以及渭水 火灾死者祈福的水教 火教 都教少见 往往复属于祈安庆尘教 温室中举行 以教旗的天数分 则有一朝教 二旗教 三朝教 五朝教等 其中五常达五天的五旗教 灰火最为盛大 三朝教 三朝教 四支 但依武士内容相当充实 媲美大教 且教地举行 故三朝教 多被视为标准规模的关系 三 建教的时间 民间举行建教的时间 多及终于祭秋移至众东 也就是农历 十 十一月三个月 这时正好失传统农村社会收割后险霞之旗 或造则农价阵亡 无暇顾及 或使得新年降见 有所顾 五 这也可见 民间大祭典和生活的季节性之间的一切配合 四 建教的经费来源 建教的经费来源 可分为斗登道笨与丁口前两种斗登社民道场内 其灵物可多达数百个且分等级 重要的如天官首 地官首 水官首等 其中上有象征教育全体信徒的总斗登一个 斗登首分许案领悟的等级 缴纳多寡故等的款额 由于信徒对斗登有着莫大的关切 在任军时十分勇悦 真先口后书臣 以其神移降福 是未可靠的裁缘 丁口前则是向最愚昧的信徒 不分男兵 女口 每人捐献小额金钱 以资建教费用 是延用已久的重还方式 五 建教活动 教祭的进行由妙女管理委员会出殿总理 一切事宜 称为安教群 坠祭时 教场虚数登高 旨在对天神 地址 孤魂野鬼等 明世子的特举行教祭 登高通常立在庙前 阴阳分开 左边对天界神指 右边则对阴金雍零 对神指的中央最高单需悬念灯 树增高之后有爆水灯 使寒冤落水或是瓶落水的愿尾可见 此分享教祭 在教祭期间 教育需全面素食净途 市场亦净败于新婚 教祭最终日至到晚十二结束 既戒禁忌才解除 一臣 家家户户被妥身礼 拜天功 中午举行过火仪式 信众踩过火堆 私伯无伤 以显示降福必邪的神力 方管则家家户户被禁品普渡 到晚上普渡结束 家家户户大开提席 便请基友到午夜 留到世席 谢登高 礼 将高竿拆除 教典才圆满结束 建教仪式结束后 供奉神会的政厅 一个月内 谢绝外部进入参拜 保持圣堂洁净 唯恐受外人感染污秽之气 影响建教成果 建教的完成 不仅了常与众的心愿 带来新神上的安宁 而且 旧古代的农村生活而言 还具有娱乐的效果 使民重在农狂之余 得以欢乐一番 更促进人际之间的合同 而在今日人际关系日趋深出冷漠的工商业社会中 若大家不互商放费 实意不失为一项有意义的交付活动 参考资料 从前拉内 外坛 内坛在建教其间点并封禁 除道师及建教工作人员外 其他人均遇得进入 其目的在保持圣地的清洁 外坛则是开放的 二 树增高 树增高是对天神 地址 鬼的 照道 此的举行建教祭 并欢迎共相盛取之意 在建教活动的初期 信众一步须在大街墙下树增高 树增高系里长长的竹竿上悬光云灯 树了多少个灯 一份就代表 该布有几个南湿 登坑则放赤斗 滴到等nym 三 清水 只带进清水